大家好,我是阿健 做一个温暖的厨师 很多朋友炒豆芽 第一步就做错了 炒出来的豆芽汤汤水水 一点也不美观 今天阿健就把详细做法 分享给大家 像我这样做的豆芽 鲜香入味 吃起来口感也是非常爽脆 比饭店里面还要好吃 就算晃凉了 也不会发黄 而且操作也是十分简单 豆芽菜是我们常见的食材 不仅经济实惠 而且素有长寿菜之称 你要把它做好了 真的是比大鱼大肉还要受欢迎 接下来就跟着我的视频 看看是怎样制作的吧 这是我刚刚花一块钱 买了两斤豆芽 先给它放到盐水里面 因为豆芽 难免会有一些灰尘和杂质 所以我们给它浸泡个十分钟 经过十分钟的泡制 我们的豆芽吃着也更加的放心 然后把豆芽帽给它沥出来 捞干净以后 我们再稍微的给它清洗一下 然后捞出来控水 接下来准备几个蒜子 用刀给它拍扁 然后再给它剁成蒜末 切好 给它装入盘中 准备点生姜 给它切成姜末 切好和蒜末放一起 再准备点葱白 给它切成末 切好和姜蒜放一起 两个美人椒 将它切成碎丁 切好和葱姜蒜放一起 再准备几根不要钱的韭菜 将它切成三到四厘米的小段 切好放入盘中备用 食材备起好之后 接下来我们开始烹饪 然后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油热之后 给它润一下锅 这样炒的菜才会有锅气 油热之后 下入葱姜蒜 小米椒 给它煸炒出香味 再把控干水分的豆芽 给它放进来 炒豆芽 我们一定要开大火 给它爆炒 而且时间不能炒得太长 太长的话 最容易出水 而且软啪啪的 口感不好 大概给它煸炒个30秒左右 中途我们再加点食用油 这样炒出来 更加的光亮 炒至像这样四五成熟 接着我们来调味 下入一小勺食盐 少量的鸡精 一点点的生抽 然后继续大火给它煸炒 煸炒至调料化开 然后把韭菜 然后把韭菜罐给全部加进来 继续给到大火翻炒 炒至韭菜断生 我们的小炒豆芽就做好了 按照我的这个方法 炒出来的豆芽 口感脆爽 不出水 像这样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一道美味的小炒豆芽就做好了 豆芽菜富含维生素衣 对我们的身体非常的有好处 所以一定要给家人 多做点豆芽菜 好了 话不多说 我们要开吃了 谢谢老表 谢谢老表 今天炒至豆芽挺脆爽的 这下的肉也很甜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简单分享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 您走之前记得有一个赖哟 谢谢大家